QA时间 有一个朋友在他的个版上面分享了这一则影片 这个影片里面就有聊到 如果你想要跟国外的专业人士 去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或学习的话 又或者是你想要购买此类就是原文的书籍 去做自己的学习的话 语文的能力真的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接着在他的版上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就有说到 无论是在台湾的乐器行或者是书局 想要购买这一类的原文书籍的话 资料好像都比较难找 那他就询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比较好得到这些资料 又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我的方法 然后可以介绍给他 那我觉得这个就还蛮适合拍一个QA 然后分享给大家的 那接下来我就会分享一些我自己会用的一些 搜寻资料的方法 或者是一些步骤 分享给大家 然后给大家参考看看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想要在台湾的乐器行或者是书局 去购买这一类实体的书的话 那当然亲自跑一趟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现场看到 摸到 然后甚至翻阅这些书籍 去看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然后再去做选购的动作 那在乐器行的部分的话 就我个人的经验 通常因为乐器行会是以买乐器为主 然后还有课程销售为主 所以这一类书籍其实比较像是 他的一些附加价值的东西 所以大多数的乐器行 并不会进到这么齐全的额货 不可能像书店一样有那么多种类给你们挑选 所以会比较靠缘分 至于书局的部分 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会建议大家到大一点的书局 去做挑选的动作 并不是不支持一些小的书店 而是这个是没办法的现实问题 因为音乐在台湾的市场就已经那么小了 所以在这么小的市场状况下 这种书籍本来销售的状况就不会到非常的好 非常的亮眼 所以一般来说店家不可能进到各式各样都有的 那么齐全的货 然后在那边备着 因为基本上对台湾的市场来说 基本上这些就很多都会是卖不掉的东西 所以大的书店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到 不同种类的书 相较于小的书店来说更多元的一些书籍资料 这是更有可能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们有到这一类的书局的话 现在的书局他们都会有分门别类的去摆放各式各样的书籍 所以你们就可以到音乐的那个种类去做寻宝的动作 因为每一个店家到底会进什么货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知道的事情 真的就有点像是在探险寻宝 那你就可以现场去翻翻找找 看他有进什么样子的团谱乐谱 杂志或者是之类的教学的书籍 你们都可以去做寻宝的动作了 那至于这一类的实体的书籍 对我个人而言真的是很缘分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会不知道这家店到底有进什么样的货 然后你这一阵子搞不好有特别什么样子的需求 你在这一家店突然就看到这样子的货的话 你会是真的很兴奋 然后会觉得你跟这样子的东西真的是很有缘的 对我来说这个缘分是饥不可思的 所以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我只要到一家店看到了我有兴趣的书 我手上有一点闲钱 我会二话不说的购买 这不只是支持店家 不只是支持这些努力出书的这些音乐人 而是对我来讲这真的太有缘了啦 这有点难以言喻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不知道这家店到底会进什么样子的货 什么样子的书籍 然后既然你都有切身的需求 你对这一类的音乐 或者是这一号人物都有明确的喜好 然后你有心想要去学习的话 那你手边刚好有点闲钱 你去购买 即使你回家不看 你摆着 你哪一天真的有一点兴趣又抓起来的时候 你随时就可以再去翻一下 随时可以翻一下 对我来讲这是极不可思的事情 因为你难讲 这本书被买走了以后 这家店会不会再进 然后你也难讲 你在下一家会不会找到一模一样的书籍 就以这本书来讲好了 刚好那一个时期 我对Barsanova 还有拉丁 Samba相关的一些音乐 是很有兴趣的 然后我在吉他宝贝乐器店 刚好看到这本书 我真的是二话不说就买了 我记得也没有多贵 几百块而已 然后我真的也没有在其他的店家有看到 同样的一本书 然后我也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朋友 有看过这一本书 在我就是完整的阅读了里面的一些资料了以后 我也发现这一本书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游泳 如果你对拉丁音乐 对Barsanova Samba之类的音乐是有兴趣的话 是一个非常值得游泳的一本书 那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 然后这两本书也非常特别 这两本书也是刚好那阵子 吉他宝贝的老板在进货的时候 有进到这两本 让我觉得很有缘分的一件事情是 刚好那阵子我在筹备我自己的个人首张创作EP 我是董洁安 那这一张EP就是以乡村作为主体去做创作的一个CD 所以刚好那阵子我就在对乡村的音乐做比较深入大量的研究 那在乐器行刚好看到这两本有关乡村的一些书籍 我真的也是二话不说的就买了 然后在里面我也是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东西 那甚至有一些东西我也是学习过后 然后间接的使用在了我的音乐里面 那你说这不是缘分这是什么 然后这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这是有一次我到了桃园的弦音木吉他 什么活动我忘了 反正我好像有去然后参加什么活动 就逛了一下那家店 然后就看到这个东西 那我的印象是这个是潘世成老师 他有一次到美国去比赛 然后好像是那一时期 然后刚好他就在国外挖宝 挖了一堆就回来台湾买这个样子 我就看到这个很有趣 这是一个老东西的VHS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DVD 但是它是比DVD还要老的一个东西 VHS它长这个样子 这个现在应该没有人看得懂吧 就是年轻人应该没有人看得懂 那我看到这个我就超兴奋的啊 不只是它是一个老古董 而且这一个人 等我一下 而且这一号人物Joe Pass 他基本上是所有爵士吉他手的 心目中的大师头号人物 说到爵士吉他 基本上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他Joe Pass 瞧借过啊 刚好就是我对爵士 也有那么一点兴趣 我不太会谈爵士啦 但是就是我也有 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个样子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也是二话不说就买啦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 这么难得的东西 然后他里面除了就是VHS的一些 教学录像以外 他也有附他里面的这一些 呃他弹奏的一些乐谱啊 就是主要是乐谱而已啊 没有解说的部分 解说他都是在影片里面口述 然后潘士诚老师他也有把它转成就是 DVD的样子 因为现在谁还有VHS的播放器啊 没有人有啊就把它转成DVD 所以还可以用DVD来看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缘分的事情啊 就是这个基本上 找不到啊 你要找谁拿啊 你拿不到啊 你也买不到啊 对啊 接着聊到网路上的部分 如果你觉得台湾的尸体店家 你都没有搜寻到你喜欢的书籍 或者是相关的资料 让你可以选购 但是你又很想买这一类的书籍的话 那网路就是现在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 搜寻资料的地方嘛 所以善用网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块 一个是台湾的网路商家 另外一个是国外的网路商家 那像我自己的话 如果可以阅读中文字幕 我还是会比较喜欢阅读中文字幕啦 虽然说英文是还可以 但是会有一个心理压力就是 我又要看英文 然后会觉得有点麻烦 所以如果有中文可以看的话 我尽量还是看中文 所以如果有台湾的商家的话 我尽量还是会挑台湾的商家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没办法 所以你还是得到国外去买东西 然后看那些英文 其实步骤差不多啦 就差别是在看英文啦 所以如果你习惯的话 它其实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其实就跟你在台湾网购 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你要看英文而已 那关于网路搜寻资料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关键字 那对于关键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能够了解 你想要问的问题 它相关的关键字会有哪一些 然后用这些关键字去 重新的排列组合去搜寻 看能不能在这些组合当中 去搜寻到各式各样的资料 然后在这些资料当中找寻 看有没有你想要得到的答案 像我搜寻这些书籍来说的话 我自己会做的事情是比如说搜寻人民啊 你有没有喜欢的乐手风格啊 你有没有喜欢的音乐风格 或者是你有没有想学的技巧 搜寻技巧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些关键字后面 或许可以加上比如说 book或者是lesson 或者是tutorial 这一类的关键字 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 下去做搜寻 那或许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那就像刚刚讲的 我会组合这些资料 那如果搜寻到了一些我喜欢的书籍 我就会再利用这些书的名称 在台湾的商家去做搜寻 如果台湾真的都找不到 或者是没有货 那我会再跳到国外的 比如说amazon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外的网站 去做选购的动作 以这本书来说 这本书是Ted Green的教材 那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在购买这本教材之前 我完全不认识 也没听过这一号人物 我会知道这一号人物 是因为我看了 Tommy Emanuel在YouTube上面 有一个讲座的片段 他在讲座上面就提到了 他受到了Ted Green的影响 然后说他的和弦 按得多丰富 按得变化性多高 然后从他这边得到了很多启发 然后让他去做了很多的学习 然后还有创作 所以我就知道 诶我偶像的 偶像 好像是一个我可以学习的对象哦 所以我就 二话不说 赶快搜寻了一下这一号人物 那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他的影片 全程都是英文的 剪影片的人没有上字幕 标题 说明栏 留言区 也都没有人提到这一号人物 所以我在 名称的搜寻上面 就会遇到了一个难题 我必须听音 然后去猜他到底是谁 还好现在YouTube有一个CC字幕 所以我按了一下 我印象中他是有产生CC字幕啦 但是有的时候 那些英文自动产生的CC字幕 不一定是准确的 所以我的印象中是 我不管 我就按了 然后他有跳出来 我就直接看他 自动生成了哪一些 然后直接复制那一段他翻译的名称 然后利用这个名称 下去做延伸的搜寻 假设他有拼错 那或许他也相去不远 然后我再加上关键字 Guitar 去找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名 然后是一个吉他手 Google现在他都会自动跳一些错字嘛 所以如果我的人名有打错的话 他或许就会推荐我说 你不是要搜寻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应该要搜寻这个 是不是应该要搜寻那一个 然后我就这样慢慢找 我就找到这一号人物 然后我就再利用他的名字 下去做更多的搜寻 我就搜寻到了他的音乐 不论是在Spotify 或者是在YouTube 有很多演奏的片段 我看的都超开心的 我也找到了 发现他有出很多相关的书籍 所以我就二话不说的 在台湾的网站上面 看有没有哪里 可以搜寻得到他的书籍 我的印象中 我是在博客来买的 然后最初 他是显示 国内没货 要从海外调 然后就像我刚开始讲的 比起英文 我会更喜欢看到中文字幕 所以我就想说 那就代表有货嘛 邮寄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就直接下定了 然后我就等这样子 他也就突然有一天 他就送来了 然后我就去领货这个样子 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其实要购买这些东西 真的不难 接着这两个是 他叫Danny Gatton 然后他其实谈很多类型的乐风啦 但是大家比较有印象的 应该会是Country的部分 他也是所谓的Telemaster 就是他是拿Telecaster的吉他的一个大师这样 他的演奏手法 然后他的音乐弹奏声音也是非常的丰富 然后非常的有特色 我也非常喜欢 那我也是在YouTube上面慢慢搜寻 比如说我在查询一些Country guitar的一些Lesson的时候啊 或者是一些Hybrid picking Chicken picking的一些招式的时候 我慢慢的就是有搜寻到这号人物 然后我就很喜欢 那我也上网看了一下有没有他的一些相关的教材的东西可以买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在国外的网站上面看到 有在卖他的DVD 然后在台湾我就没有看到 所以我就在国外订购 那国外订购的话 其实跟台湾真的差不了多少 你只是要填你的Visa 然后把你的地址写好写清楚 然后汇款 刚开始就前几次你当然会怕怕啦 想说你把你的钱打到国外 然后你的账户真的也少钱了 然后这个东西你也怕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有寄过来 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收得到 还是你遇到诈骗之类的 就刚开始会有这些奇怪的想法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交易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卖了 其实它就是会寄过来 现在世界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尝试个一两次买个小东西 然后让你自己熟悉这个流程熟悉这个步骤 其实你会慢慢习惯的啦 那接下来是这号人物Aznoi 认识他的过程也非常的有趣 其实我刚开始也完全不认识Aznoi 那会认识他的原因 会购买他的教材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次我要上台北去看表演 这个表演我原本是冲着鼓手 Dev Echo来看的 那吉他手是谁 我不知道 不重要 然后贝斯手是谁 我不知道 也不重要 因为我完全就是冲着鼓手去的 那只是说在上台北看表演之前 我先跑到了台北朋友的工作室 欧冠他那边的工作室 然后先去跟大家聊天 然后准备跟大家一起去看表演这个样子 那在聊天的过程中欧冠就有跟我提到 诶你知道今天的这个吉他手是Aznoi吗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耶 然后他很厉害吗 那欧冠就跟我说 哦对啊他很厉害啊 然后你可以注意看看 他是一个 我就是欧冠非常喜欢的一个吉他手这个样子 所以那一天我就想说 诶欧冠就这样介绍了 都这样讲了 那我就稍微留一点心在这个吉他手身上 所以除了我把我的爱分给Dev Echo之外 我稍微布一点点空间出来给吉他手 然后看看就是他当晚表现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结果当晚一表演完 我就整个深深爱上了 我回去就开始查他大量的影片啦 教学啦 然后教材啊等等 也因为这个样子 我在这个网站Jazzhaven上面查到了 诶Jazzhaven他有帮Aznoi出几款教材 然后我就买了其中一个 那最后电子书当然也是少不了的东西啦 他的购买方法其实就跟你网购这一些资料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收到的是一个电子的档案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这些网购的经验 电子书我相信也不会是一个太难的过程 那对电子书这样的一个产品 老实说我自己还在习惯当中啦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还是蛮喜欢像这个样子去实体的摸到书的感觉 然后在书上面去做一些笔记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还是会丢掉啦 倒不是说就是我现在丢掉 比如说哪一天我过世了 那这些东西不一定后面会有人接手 那这个东西总有一天他会就是被烧掉 那我觉得这个对地球的资源都是一种浪费 所以这种小地方我会愿意就是去尝试使用电子书 去少浪费一点地球资源这个样子 只是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是 目前使用到的感觉是他有一点难做笔记 好像是因为这些公司为了要避免消费者去复制这些档案 然后到处乱传去制造盗版这件事情产生 所以很多他们都会绑他们家的App 相关的App产品去做打开阅读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读这个资料我只能在这个App打开 所以我要读这个资料我只能在这个App打开 他的资料就会因为这个样子有点零散 你没有办法统一在某一个地方去做观看 去做整理的一个动作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并不是每一个App都有办法让你做那么完整的笔记 而且他的笔记的功能也不一定会那么高 所以你很难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对这些资料做一个重新的整理的动作 就算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让你做到那么细节的部分 这个是我觉得电子书我还需要慢慢适应找到方法去解决的部分 我自己目前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会把书看过一遍 然后另外找一个地方去把我的自己中文的笔记重新整理打过一遍 这是我目前想到的方法啦 或许你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或者是你们的个性刚好有办法适应 那可能这个电子书的产品也会是非常适合你们的部分 好啦关于今天的QA问题就聊到这边 最后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加分享 有任何疑问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可能的跟你们聊天